这场选举真的就是靠很多这种 大家都帮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在这种资源这么少的状态下 是一个很成功的社会运动 选后两个月民众党主席柯温哲举办见面会 不只感谢小草支持 还趁势推出周边小物宣传 一大早就有不少科粉现身排队抢购商品 另类的募款活动外 加上民众党正当补助款 未来四年每年可以领1.5亿元 还持续募款 也被执意把小草当成摇钱树 透过小物募款提高民众党能见度 而27号黄国昌开直播 求斗内一页达标 募到120万责任额 而根据选拔法规定 部分区不能接受政治现金 不只如此 民众党还特别设置了 党公职募款责任额专区 恐怕斗内行为有走在灰色地带 名义上当然是捐给民众党 实质上就捐给黄国昌 募得超过120万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现金 那多出来的呢 多出来的也是算在黄国昌的名下 不要学了法律 司法还法 想要用政治现金法做的行为 又是用劝募条例 不止募款备受争议 台志光争议 讲科交火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解书赔爆料 2020核定的三媒废律师 柯文哲核定 在现在都已经有 弊案出现的状态下 请蒋世伏去把那个合约解书掉 你做一遍给我看看 看人家过程当中面对多少问题 柯文哲没正面回应 先炮打蒋世伏 随着台志光案延烧 民众党似乎对于钱的争议 始终说不清 三连讯公司 马修国